我们听到了有马朗人的谈话 能源教育必须向下砸根 第一个要了解每一个能源 它所造成的损害的可能性 而且这些资讯必须是正确的资讯 其次呢大家要了解 每一个不同的能源 可能都有你意想不到的 重大对人的伤害 包括像台湾的火力发电 其实现在比例高到不像话 高达70% 谁来告诉你 它对你健康 或者对全球暖化下一代的人的家园 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目前为止呢 全世界在整个核能议题里头 美国本身呢 可能可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 不需要涌入 不需要这个卷入永和 跟反核升浪的国家 主要的原因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为大家所报道 夜延期开采的成功 而其他多数的国家 本来都想走向非核家园的 后来在全球暖化的新的议题崛起之后 又开始觉得 那到底我的非核家园 是不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结束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为大家提到了德国的例子 但是德国呢 本来在于核能电厂里头 就有各种不同时期 不同的考量 接着在三一工程大海啸之后 梅克尔就做出了要逐步走向非核家园的决定 它的时间是长达11年 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 为大家报道 那么意大利的部分呢 是进行了公民投票 事实上那次的意大利的公民投票 本来的目的 是在2011年 希望能够恢复核能电厂 但是他一规划出来的公民投票的时间点 刚好是在2011年的6月 那结果呢 他当然是在3月11号之后 所以最后就干脆投票 投票的结果 投票率55% 有94%的人反对意大利新建新的核能电厂 而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由于搞头这个讲了很长 就像我现在跟大家解释的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最后节目超长 我们把一些东西剪略掉 那另外在收集资料 是我们忽略的部分 我们把瑞士的整个关于非核家园的部分说清楚 1990年的时候 瑞士进行了第一次的非核家园的公投 当时的公投是要预定 也就是在24年后 2014年 所有瑞士五座核能电厂 要全部除异 要变成一个非核家园 结果后来 慢慢的全球暖化的议题崛起 2007年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能源法颁布 当时新的能源法呢 第一个要让这些有无作的核能电厂继续的运作 瑞士呢 总共只有800多万人 然后要继续运作 甚至考虑要新建三个新的核能电厂 不过在2011年的时刻 一发生工程大海啸之后 那是我们上周在全世界的核能网站里头 没有列进来的资料 我们今天把它补进来 在2011年3月之后 工程大海啸 瑞士也立刻废止了 它原来要新盖的三个核能电厂 可是呢 原来的五座核能电厂 并没有立刻关闭 它走的非核家园是到2034年 这五座核能电厂完全的在进入历史里头 完全的让它处弈 这是瑞士的情况 瑞士最特别的 就是因为它完全反对火力发电 然后它依赖的是水力发电 那它所以没有让核能电厂 立刻的走入历史的原因 是因为瑞士现在面对全球暖化 那么他们过去呢 冰河以及相关的这个水资源越来越少 瑞士是世界很罕见的 水力发电非常高比例 高到60%左右的国家 那么如果他们现在呢 立刻关掉了所有的核能电厂 它唯一依赖的就是火力发电 所以瑞士不会让自己 因为反核的关系 回头去拥抱火力发电 然后再来危害地球 下一代的生存 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 逐步的走向非核电厂 而美国我刚提到 它是全世界唯一不会卷入 这种永和反核的 美国现在呢核能的比例 占全国发电量比例超过19% 接近20% 总共有62座的核能电厂 遍布31周 有100个左右的核子反应炉 那么这是我们从美国的 能源资讯局EIA里头找来的资料 那美国现在核能电厂呢 很可能建满60年的运转 明显的时候到时候都会永久关闭 很大的原因除了反核的声浪之外 更大的因素是它完全滑不来 因为它的液源器呢 第一个排放二氧化碳 只有正常火力发电的一半 而且便宜很多 核能发电对他们来讲太贵了 我们觉得核能发电是很干净 有些人这么说 最重要的是它比较便宜 那美国的算法是 它的液源器更便宜 所以美国现在呢 几乎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永和的声浪 那欧巴马的看法是 它不会让核电厂立即的关闭 将来很可能让所有的核电厂 建满60年的运转年限的时候 才永久关闭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有源源不绝 大概可以持续个 20年以上的液源器 那美国所以在核能电厂里头 摔了一大跤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上礼拜我们介绍了车诺堡 因为刚好是4月26号 1986年刚好是 车诺堡的核灾 以及日本福岛核灾 所以发生灾变事故的原因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纽约时报所拍摄的一个 很特殊的纪录片 关于美国三里岛事件的回顾 它的时间点是在 1979年的3月28号 总共为时12天 美国人一觉醒来呢 发现它所拥戴的核子事故呢 居然就开始在美国逐步的上演 当时呢 三里岛是在 Pennsylvania 宾州 那么它是一连串的 也是机械跟人为的 苏失错误所造成的 它的二号反应炉的冷却系统 这个听起来跟福岛蛮像的 它冷却系统先故障 它没有任何天灾啊 就它二确的 二号反应炉的冷却系统故障 然后冷却水大量的流失 结果呢 在这个情况里头 你要有例行的检修人员 结果检修人员应该依照规定 要打开一道阀门 使冷却水呢 应该要让它进入 结果呢 这个冷却水就因此 没有办法进入炉内 导致炉心过热 半数燃料融毁 那很多人就吓一跳说 那会不会爆炸 结果就会造成可怕的 任何的核子外泄的情况 最后没有轻爆炸 世后研究报告显示 多数的放射性的物质 是滞留在反应炉里头 不过三里岛事件呢 对美国的核能工业 造成重大的打击 从此美国几乎没有在 行间任何新的核能电厂 我们来看New York Times 所制作的三里岛核能电厂事故的 从头到尾的一个纪录片 总共12天 1979年3月 美国人一觉醒来 竟面临一场核子梦魇 事发前一个早上 核子管制委员会的吉林司机 接获惊人消息 三里岛一座新的核子反应炉 辐射和压力毒素都莫名的高 核电厂严密控制的核反应 本应制造蒸汽 使涡轮运转 进而产生电力 但这天程序却失控了 一连串的技术性问题 和人为错误 让部分官员担心 恐发生最糟的状况 也就是科学家所谓的中国症候群 卢星溶解 卓乐的诱然料容易 船头地壳 直达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联邦官员和核电厂的营运商 大都会爱迪森手忙脚乱 急于使过热的反应炉 稳定下来 结果这时又冒出 另一个重大疑虑 反应炉心顶端形成的氢气炮 又爆炸之余 情急之下 当时有人竟提出 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 官员和电厂对核灾 支支吾吾 解释不清 讯息不透明的结果 是谣言满天飞 民众以为整座核电厂失控 几天之内 三里岛电厂附近社区成了鬼城 14万人仓皇撤离 事发12天后 警报解除 尽管三里岛事件并未酿成人员伤亡 使出的辐射没有造成持续性的损害 氢气炮的爆炸疑虑也证实是空穴来风 但要到五年后 反应炉打开后才发现 半数炉心已经融毁 当时若非及时发现施压法卡住 后果不堪设想 核能几十年前出现时 被捧为能源的猩猩 是火力发电的替代品 二战过后 美国也试图冲淡原子 作为战争武器的形象 这些宣传成功达成目的 三里岛这类大型反应炉 在美国地表接连拔地而起 但是三里岛核灾 却戳破了核能专家 号称核电安全无余的神话 美国散布各地的七十座反应炉 此后笼罩在可能爆发灾难的阴影中 在三里岛事件之前 反核运动早已存在 如今反对阵营人数急增 更有人认为 三里岛带给美国的教训这时 美国核能将随着三里岛而走入历史 骇人听闻的说法甚嚣成上 但在新一代的环保人士 雪伦伯格眼中 这些说法未免言过其实 他认为如果舍弃核能 地球只会越来越热 2010年间 支持核能的美国人逐渐增多 欧巴马宣布提供核电厂 80亿美元的贷款保证 30多年来 美国再建造核电厂破土动工 但这波核能复兴却十分短命 自从三里岛事件后 格林斯基持续贯注核电议题 福岛灾难导致一连串轻爆 辐射大量外泄 让格林斯基坐立暖安 福岛核灾爆发前 美国以核能取代 煤燃料的支持度达到新高 核灾后 永核阵营迅速萎缩 但人类对能源的 味纳持续扩大 科学家也持续寻求 干净廉价的燃料来源